第三个方面 贾府的这种衰朽腐败 还表现为贵族子弟 普遍的腐化堕落 用伦子新的话来说 如今的耳孙 竟一代不如一代 这是跟深层次的腐朽和衰败 一个家庭 一个社会 一个是一种社会组织 或者说一个国家 如果人还行 还是有希望 最可怕的是人不行了 而且一代不如一代 越来越不行 这意味着整体性的衰败 已经渗透到了这个家庭 这个社会组织 这个国家的最深层的内部 就是最深层内部的人 已经不行了 已经腐败独立了 贾府中的这些人 相互之间争权独立 都有他的意思 但是都不对贾府的生存 贾府的发展负责任 而且自身的品格 自身的人性是堕落的 贾府这个百年家族 可以分成这么几代人 最早的一代是水字辈的 大天下的一代 邻国公贾眼 荣国公贾员 这是第一代大天下的 第二代代子贝的 邻国府的贾贷化 荣国府的贾贷善 这一代已经是代子贝的了 是代替前辈的了 所以这一代基本上 木木主要是守城 但是好歹还是守城守住 这一代只剩下贾母这个人 贾母对自己有个评价 叫做老废物 凡事撒手不管 但是这个老废物 毕竟是个象征性的东西 象征着这个家族 曾经有过的荣耀 和曾经有过的贵族的精神 因为对贾母来说 贾母的存在 意味着整个贾母秩序的 稳定性的一种最基本的保障 贾母一旦去世了 那么底下肯定是奔奔一心 你真我多久白热化了 但只要有贾母在 这种白热化是可以被贾主 那么这是第二代